今天還是非常晴朗炎熱的天氣 但是來看到今天台北盆地出現36.3度的高溫 是很典型的熱浪天氣 提醒您要防晒防中暑 而這樣天氣預計還會持續三四天 接下來就要看什麼 有可能會有颱風 就是要看菲律賓東邊的熱帶低壓的發展 預計未來幾天可能有機會成為颱風 但是變數比較多 所以週末天氣還是要請您 特別要留意每天的天氣的資訊 接下來帶您來關心晚報的各大的標題 先來看到晚報 特徵組大執法鎖定五大類的弊案 包括了重大司法貪污 還有重大都根 還有重大公共工程 重大企業貪腐 重大都市計畫 特徵組違法老虎全部都辦 希望外界不要再亂喊迫害 可能也是針對蔡英文而來 再來看到國卿是不是宣戰了問號 這馬據了解的晚報的標題說 透過中間人向宋楚瑜釋出了善意 再來看到另外一個標題 這2.4億元 這到底是誰的呢 這標題寫的宋領回交信託 他也是議員黃珊珊說 這是宋楚瑜的選舉結餘 好 除了這個晚報的焦點之外 其實我們還要看到 最近被獸醫界很討厭的 這個就是前衛生署長楊智良 因為他書上提到獸醫的說法 引起了獸醫界非常不滿 但是我們剛剛看到最新的新聞 就是楊智良今天有個新書的發表會 他在發表會上面是沒有道歉的 我們來看看他最新的說法 對人不能用像獸醫那樣的職業方式 那這個有對獸醫有不信嗎 這你們自己想 我沒有什麼意見 好 他們希望你的新書要更正要下架 我不會 那他就公告好了 我沒有意見 我想一般民眾一看就知道 我們在寫什麼 對不對 這像是吳部門說要叫你去看精神科 然後獸醫說 你有狂犬病亂咬人 希望你去看獸醫 這個我們的獸醫是很多 有人有不同的意見 醫師也有不同的意見 那如果你要我講爛話 我也可以講他們的爛話 這樣子沒有意思嘛 好 這個輝文兄請教一下 楊智良的部分 有可能會名列這個不分區立委啊 對 國民黨的確有考慮 本來鄭立文要選台中縣南區 本來是要叫楊智良下去選 楊智良他就BND啦 所以我想這答案很清楚 就是說兩大塊嘛 第一塊就是長根系統的 長根系統 當然也包括後面的台塑這個系統 國民黨敢得罪嗎 因為他已經擺明得罪了武德郎 第二個就是一屆的 馬英九在2008年的時候 拚命拉攏一屆的 你現在用楊智良這種人 去列國民黨部分區 那我覺得有點放水的嫌疑 那你是不是不分區的票都不要了 所以想答案就是 楊智良他出書什麼 他包括之前告友台的同業什麼 那個都算了 可是現在要讓他做 部分區的立法委員 我覺得國民黨 如果要以選票 極大化的角度來扛的話 是應該提名別人 我這邊鄭重推薦 搞不好可不可以拍一下 既然 既然民進黨不要的話 那就這個也可以考慮啊 他才把我民進黨的可能 做掉了這樣 拍秉立文這樣 楊智良這個名列不分區 或者說這個老大 您大概怎麼看呢 現在這個動作這麼多 然後現在呢 感覺起來 這個當然 這個又上了媒體嘛 怎麼看呢 這個未來在這個 國民黨不分區的部分 我想這個 人通常是個性決定命運 命運決定一生 楊智良他自己 他這個個性 當然他的個性是滿特殊的 最起碼這個 從來沒有一個 這個署長像他這麼有名 那但是問題說 如果要提名他 就必須考慮到說 他的個性 就會影響到選票的命運了 所以這是國民黨 必須要考慮的 當然他講那個也對 他那個獸醫 他是那個是不怕告的 因為他的目的可在 法律會查他的動機嘛 所以這點他是 他是 他是 不會有什麼那個的 我想任何一個人 沒有官職的話 他的任何風格呢 是他自己負責不必那個 不過剛剛那個投僑 那個特徵組 講針對這五個案 我現在特徵組先搞清楚 你成立的目的是針對人 不是針對案 你就是辦大委 所以你就不要這樣 大委牽涉這個 你立刻辦 而不要去搞這些案子 好接下來呢 這個下午四點新聞 把時間交給袁一 好